那甚至這個 軍事專家其實也有形容 說台海周邊現在火藥桶都擺在那兒了 俨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火藥庫 巴爾幹半島啊 有沒有這麼嚴重 我想這個火藥庫這個使用詞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更好的一個就是什麼呢 剛剛我們有講過八國聯軍嘛 中國說八國聯軍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當時的滿清那時候八國聯軍 前提是什麼 義和團 是你的一個民族主義 是你一個政府去炒作的 甚至我們在想像一下 我們再回想一下 當時的一個滿清嘛 他是什麼人 他是那個滿人啊 那滿人他最重要的要求的一點是什麼 他的一個執法 他的一個政權的正當性 他要能夠持續扒拉一個政權 那這個不就跟現在的一個 中國大陸一樣嗎 北京他其實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去穩固他的一個政權 所以他其實為什麼對外要這麼強硬 我們講不管戰狼也好 或者是他的這個遼寧號也好 等等很多的 其實他是要去對他內部去做一個交代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我們講過的新疆園嘛 還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因素嘛 其實對你中國來講 這都是一些很直接的一些挑戰 或對你政權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直接的質疑 這邊的話不是只有外國在質疑你喔 你習近平最怕的是 如果你民眾都在反他的話 那會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們看習近平上來以後 他對內的一個控制力是很強 而且他為什麼要一直往外去做這些一些 軍事的一個展展展現啦或投射啦 他其實也要去告訴他內部的說 我2016年做的軍事改革是有用的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回來看的話 最近其實來看他中共 中共不管是航空母艦啦 還是很多啦 為什麼各國這麼關心 其實說實在 中共的航空母艦 至少就這一次我們看到的這個遼寧號來講的話 剛才這一個前輩也有去講到說 他根本就只是個訓練艦嘛 他完全沒有辦法去打仗 可是為什麼各國都還是很關心 好像這個新聞講火腰褲啦 或者是說他好像這一個 感覺戰狼是不是戰狼 都獅子老虎都要衝出來咬人啦 有這種感覺 其實最主要不是看他航空母艦 是看他旁邊的洞伍伍那些大型驅逐艦 因為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今天其實這個關係到的就是 中國跟美國 他的一個航空母艦的戰術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看喔 中共的一個航空母艦 因為我們大家看他是沒有彈射機的 所以他其實他要靠著這個滑跳甲板 他這邊的一個滑跳甲板 來做一個起飛 所以這個會代表說 他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去做蠻窄的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個 油料或者是武器不能全部載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的一個 因為他這一艘這艘遼寧號 他基本上是在 大概是在1970年代左右的設計 他那時候的俄羅斯的一個海軍 那時候蘇聯海軍的概念 他的航空母艦 不是拿來起降飛機的 他主要是拿來做什麼呢 應該說他的起降飛機不是拿來做主要打擊 他是在掩護他的這一些巡洋艦 他主要是巡洋艦帶飛彈去打別人的船 所以其實今天厲害的倒不是遼寧號 是這一艘洞五五他在成軍以後 萬噸級的驅逐艦成軍之後 他跟這艘遼寧號的搭配性是怎麼樣 美國人其實主要觀察就在觀察這一點 那我們從這個戰力上來看的話 美國的航空母艦 他其實主要是要去起飛他的飛機 用飛機起飛去打別人 所以他的航空母艦才是 他這個海上機場 主要是他的一個火力的來源 那旁邊的什麼神盾艦啊 提康德洛加啦 他只是在做一個掩護 所以說你今天他要做的就是當年 蘇聯你的這個飛彈過來 或你的飛機過來 你打不進我的航空母艦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有講過 在這個靜岸啊 這個航空母艦基本上他是不帶飛彈的 或他帶的飛彈 其實基本上能用不到最好不要用 因為我外面的防空的火力 就把你幹掉了啊 我還幹嘛要等你飛進來 可是今天遼寧號他是怎麼樣呢 他的概念還是在走俄羅斯那一套 因為他在帶的飛機沒有辦法滿載嘛 所以他主要是要靠他的這一艘 遼寧號起飛的戰鬥機 去掩護他的一個船隊 用他的洞五五 我們常說洞五五就好像是這一個 預前帶刀護衛這種感覺 用他的長城飛彈 去打別人的一個船艦 這個其實就是今天我們在看 俄羅斯跟俄羅斯風格 跟美國風格完全不一樣的一點 那我們在看的話 美國他們最近在一個 不是開始有這些孟加拉灣 跟這些蠻多國家在演習嗎 那這個演習我們可以去注意到喔 美國印度還有這法國都是有航空母艦的國家 那日本的話他雖然兩棲突擊艦 或者是澳洲澳洲現在他跟美國 他基本上就是美國在南太平洋重要基地嗎 他們在演練這幾年的演練到底在演練什麼 我們要從這個2020年的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到現在我們一路來看的話 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也在演練說 如果今天老共的航空母艦來 那我要怎麼打他 以前美國其實根本不怕 可是現在美國會覺得說 好老共你真正其實航空母艦 有沒有可能這航空母艦其實只是一個耳 最重要的是他的暗機的什麼東風快遞啊 東風飛彈啊 還有他水下的潛艦 這一些其實才是他真正有可能會對 美國航空母艦造成威脅的幾項的武器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 美國在演練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很單純在 拉幫結派啊找盟友 他其實也是在做一些戰術上的演練 那這裡我們要看他在哪里孟加拉灣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有提過了 在這一個緬甸這個地方嘛 如果今天緬甸落入中國的一個指揮 中國的一個權力的結構的話 那怎麼樣呢 可能老共他直接高鐵就到緬甸了 他不用通過馬六甲海峽 不用通過新加坡 船到緬甸那個油啊或貨物到緬甸 就直接上岸高鐵就到中國了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未來下一個戰場 我們常說什麼南海是火藥庫啦 可是其實下面另外一步 從印太的角度來看的話 不只是南海 更重要的一點有可能在孟加拉灣 甚至是在印太這一邊 都有可能會是變成新的一個作戰 新的一個戰場 甚至是美國跟他這些國家 去關注的一個要項 那當然對美國來講的話 我們這次有去看到嘛 遼寧號他從這北部這樣子下來 那從北部下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去看一下這一個手版 這一邊的話 美國他的一個 他在臺灣的一個可能在東北部這個地方 他這樣傳下來 配合了老共他在我們的ADID 西南的ADID 這邊的一個飛行 他這兩邊加起來不就是一個在封鎖嗎 他其實就是在封鎖我們臺灣啊 因為老共以前最喜歡講的是什麼 微點打員 這在以前的一個共軍的時候 在那時候在這個大陸的時候 什麼三大會戰的 我們就是什麼微點打員 還有什麼呢 鄉村包圍城市 以前我們講 他在南海不是做很多的島礁嗎 那這些島礁就是一種 鄉村包圍城市的辦法 那他今天就是希望微點打員 他把臺灣圍起來的時候 就要打誰呢 打美國 等你美國航空母艦來 他再用他的一個什麼 東風飛彈或其他的軍艦 其他的戰機去打呀 這就是一套他的微點打員的戰略 所以說他反而在等美國的航空母艦來 是有這樣子 因為他就把你台灣圍起來 就要看你嘛 你今天油可能進不來 天然氣進不來 你沒有海上資源 那你要怎麼辦 可是其實今天這個 也會連結到整個國際的局勢 就是在日本這一邊來看的話 因為如果你封鎖臺灣 日本的海上生命線 也被你截斷 當時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為什麼會輸 就是因為你的海上交通線 被美國切斷了嘛 所以你石油啊 什麼都運不進去啊 所以其實今天 為什麼日本開始跟美國 有非常多的密切的合作關係 有非常多的一個互動 就是希望在這一個戰爭的爆發前 或者是有可能的時候 他就是不是要先介入了 他不能夠等到說 他海上交通線被解斷 反而其實今天 美日或者是甚至韓國 或其他這些國家 這一些的互動 都是我們台灣 去展現我們的印太戰略的價值 或者是我們發揮我們地緣戰略 以及我們對中國的一些 這麼多的了解 對解放軍的了解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跟國際互動 最好的一個機會 會 這種氣力 那